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每日一字 這個黑,黑白的黑 黑白的黑呢 這裡做一些省略了 本來這裡面是兩點 行書我們變成一個橫畫而已 我們先看楷書 先寫著外框 兩點先寫 中間要留空位 橫畫,然後再寫這個書畫 要注意這橫畫之間的間隔 四點也要平均 一般而言外面比較大,裡面比較小 連筆呢,在這裡我們盡量都還沒寫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稍微流暢一點的行書寫法 裡面還是保持兩點的感覺 然後這裡呢,就開始有一種連貫的寫法 大概是會變這樣 剛剛呢,是寫完這裡再書畫 這裡先書畫在這兩個,會比較連貫 四點呢,我們開始有連續動作 產生這種代幣 好,再來招夢這種寫法就開始做 省略了 這兩點變成一個橫畫 那它更特別的是 所有這些橫畫寫完 再寫這個書畫 這是它的一個習慣 注意 那這當然如果大家要學到米符 米符更是這樣子 幾乎都會先把橫畫寫完 然後再寫這個書畫 好,四點呢,我們說 經常會省略成三點 大概這樣 然後再來呢 更 我們說差不多寫法 但是筆順上呢,介紹給大家 比較常看到的是 這個樣子,再繞一圈 三點 做一點點造型 這個幅度上的變化 好,再來是省略了 好,這個除了 剛剛兩點變成橫畫 這裡 這個田,類似田 可以省略 省略成我們只剩下外框 這一束過來 好,裡面不要繞一圈 下來 好,這裡 則明顯一點 好,不要相同的繞圈圈 這裡要注意 好,再來更省略呢 好,這裡 不先寫這個了 先寫上面這框框 然後左邊用一點代替這一筆 好,再過來就連續寫了 好,然後這裡 這橫畫 代替這三點 好,再黑字這種寫法 好,最後更省略的寫法就是 左下角這一點 就不要了 好,就直接繞圈圈上去 來看一下這樣 直接繞過來 這裡再繞一個 代筆過來 這樣 好,這是最省略的一種寫法 好,大家再參考一下 謝謝